田仙 隨時在前 請客不離 有什麼問題 老師我覺得 競爭 社會越進步 物質條件 越好 越競爭 如果在很窮苦的 環境之下 像生活如果 活著就好的話 反而會比較世界太平 不會有那麼競爭 但是呢這樣也有缺點 因為在那種環境之下 就會被那個 少數的那種 政客啊或是壞人 左右而變成就是說 民不聊生 如果感覺是有缺點都有 另外那個韓國啊 我是沒有看過魷魚遊戲 因為我想我大概不會有興趣看 但是我看過他的 寄生上流還是寄生下流 對 基本上我是覺得 韓國的那種 貧富差距啊 比那個台灣 嚴重幾百倍 因為他們是台灣 是屬於中小企業 所以有很多個小型企業 所以很多工人 韓國就是兩三個 兩三個大台積電 對所以 就是說一般的人民 事實上是活得很苦 就好像在台灣你說 22K或是現在變成25K 其實大 因為有很多中小企業 所以大部分人都還是有工作了 即使你當工人一天也是有三五千塊 現在工人很難找 可是韓國比較 比較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感覺好像有時候 那個越有錢啊 就反而越不好 像你看那個美國啊 他們的IT很細谷啊 有錢就不得了 可是呢像在舊金山 或是在細谷那邊 你街上全部都是遊民啊 因為他們的薪水很高 就是金字塔頂端上 然後房租很貴 那我兒子的同學 他在Apple上班 他那個房租一個月 都八千塊美金 雖然他薪水很高 可是八千 能夠租得起八千塊房租的 是少部分在Apple 或是Google那些 有的沒的去上班 有很多的公務人員 或甚至一般的人 他們是沒有那樣子的薪水 可是偏偏他就是住在 住在那個舊金山之類 所以造成街上的那個 那個遊民一大堆啊 開著車子 事實上開著車子 在裡面生活的 也都是屬於那個 9-5的生活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論語我覺得很有道理 那我總覺得 那是因為在那個時空環境之下 沒有那麼好的物質條件之下 好像比較容易進行 你就好像是 就是說 在革命的時候 好像也都是在民窮的時候 也比較好革命 你看像我們在台灣 現在要革命 那藍綠都已經打得要死掉了 因為大家都文明治已開啊 什麼資訊都通得不到 也不是沒有錢啊 所以就是說 才能夠意識形態藍綠能夠打幾十年 都還是打不退 那如果大家都沒錢啊 譬如在白色恐怖啊 或是惡霸 大家都沒錢的話就打 因為我生活都沒辦法生活 所以我是對於論語 那個孔子的這些儒家思想 我是覺得它是一個理想 可是我每次念的時候 然後再看那些報紙啊 或是甚至國外的文章 覺得這個好像很理想 總覺得好像要把世界 全部毀滅重來的時候 才可以實施啊 不過我想 反正我就是每次都導彈分子 提出這個問題 提提問題比較好 我們這樣說 論語是不是只是個理想 應該不是 因為在這個清末以前 兩千多年 中華民族大部分 就是奉行他 以前並不只把他當作個理想 他是一個落實在歷史兩千多年的事情 那你說是不是因為工商業社會 他就不行了 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其實 中國人開始不相信論語 主要是因為打敗 倒不是因為工商業社會 也就是說 這個體制 就是所謂儒教體制 在清朝的時候 敗給了西方人 於是後來就革命啦 這個新文化運動啦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打敗的關係 那麼 你前面說 呃 是不是說 大家都這個 不去這樣子的競爭 就被少數野心人所利用 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並沒有說 我現在說是過度競爭 而是說 每個人要做自己 適合自己的事情 你一樣還是從事政治 有從事這個經濟的 也有從事這個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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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說就任人擺步 沒有那個意思 不是說就躺在那裡啦 你懂意思吧 你懂意思吧 啊 做適合自己的事情 你一樣還是從事政治 軍事經濟 各方面的事情 還是積極努力 儒家從來努力的 沒有說 我就躺在那裡 只是說 他說 我們做一切事情 背後要一個更高的一個德性 這樣人生才不會失落 要講到韓國的話 韓國的一切資源 主要集中在一些大財閥手上 韓國的一般的勞動者的年均收入 是九十幾萬台幣 比台灣高 韓國的物價不比台灣高 韓國的這個 這個 一般人的平均收入 和最低薪資 都比台灣高 所以並不像我們所想像 一般人那麼貧窮 不然呢 他的勞動者收入 跟一般人的平均收入 都比台灣高 那 因此 那 因此 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 最主要的原因 確實 幾個因素 如果你要補充講 韓國體制 有它的封建性 這個封建 跟中國 政治上 剛剛前面講的不太一樣 這個封建 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資源 都掌握在上面 而且掌握在幾個大財閥 韓國近代歷史 也都是如此 這就使得一般年輕人 很沒有出路 他說 你如果不入三星 不入這個 這個叫什麼 LG吧 Life is good 你這一輩子 就要失業了 那 因此 這就使得他 如果 因為韓國人 又很好 這個 好強 因此 拼了命的 要擠入那個 SKY SKY 最有名的 SKY Soul Korea 跟Yan市 三個大學 然後要進入那幾個 最好的公司 所有的全民 都為了那些 進入最好的大學 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工作 努力 我覺得不值得 就跟現在很多 台灣年輕人 一心就想要在台北買房子 我認為這個 都是過度競爭 並不是說 因此 我們就不努力 不 我剛前前 要做 適合自己 的事情 在這個底下 積極努力 不是說 這 苦之學者 為己 不是說 為了人家 覺得說 我要進入那個SKY 三個大學 或者那幾個公司 韓國人 還真有光中藥主的心理 我們 這個華人 現在比較沒有了 韓國人還真有 他們比我們傳統許多 因此 他其實是在 新舊夾殺 新的叫資本主義 大財團 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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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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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很多现实的困难 那我要讲到就是一个 有一次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的例子 那这些朋友他们都从四面八方来 有的是有专业的背景 比如说非常好的身份 比如说甚至是医生啊律师之类的 那有的可能是学经历不错 但是他们就是家里头有一些工厂 或是什么有一些公司之类的 那大家在聊天 谈到对子女的教育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我发现如果是医生 专业工作者或律师那些专业工作者 他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会希望 小孩子还是要遵循原来的考试 走向专业道路去 那当然这是事后分析 因为我现在事后才归类 但有一些朋友他们就觉得说 任小孩子发展没有关系 那后来我们这些朋友讨论的结果是 就事后过了好久 大家来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会对小孩子的教育 有这样的差异 发现的是可能的条件 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后面条件不同 因为像我们这些有专业工作 专业工作者的 就是家里头如果没有支援的话 其实我们要待在都市 或者是要 我们会有一种压力是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留给小孩东西的话 那我希望他愿意发展 那如果他发展不好呢 他发展不好 接下来要去哪里 他要怎么办 那像我那些朋友 可能有一些可能有开公司 或者是有工厂的 他们就会讲说 发展不好没关系 他就讲说他们不会跟小孩说 但他们心里头自己都会放这一条路 就是你最后就来回来接家里的工厂就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这似乎在思想上 要让小孩发展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在思想上面 就是父母要有智慧 要有这些眼光 那第二个在实际的经济层面上面 似乎父母也要有一定的 家族也要有一定的力量 去支撑他 那甚至有第三点 我觉得整个大环境社会 像台湾社会 我认为说 我观察到的现象是 理工科的薪资跟待遇 或是甚至是台湾的产业主力 所以他们的薪资待遇 跟各方面的发展 都比文族的还要好很多 所以 我就是说 这也或隐或显的 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至少我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所以我认为 是说专业的人会让自己的小孩 的机遇从事专业 是 那是他资源不够吗 还是怎么样 我听不太短的关系 就是他应该是说 因为说他这样子 可以确保他有专业 不像说家里已经有财产 有工厂 就是他可能只是 因此他这一代才开始 取得专业工作者的身份 然后他当然是希望 小孩过得跟他一样 甚至是就过得不错 不要过得太糟糕 那他可能也没有什么 恨惨可以留给子女 或是没有个工厂 让子女说 你什么事情做不成 没关系你回来 家里头 家里头有个事业给你接 我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在实际上 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遇到 就是我讲的 思想上的 经济上的 跟整个社会环境上的一些 疑虑啊 所以我就想说 不知道老师有何办法 你讲的有条件 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是说 其实古人也没有什么 自由发展 性向的 一般人是没有这一套的 一般人基本上都继承家族的产业 因为 那个时代里头 没有这个条件 大家都必须要继承家族的这个 这个产业 家族的才能继续 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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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继续这么多人 那 我讲这个事情 恰恰是 因为现代社会的演化之后 社会也已经高度分空了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了 这个时候 大家的条件都比较好了 所以可以用阳明的法本色 原论 这个东西正好出来 也就是阳明也是处于 明代的社会经历比较好 而且 也恰恰是说 整个的 机会 大家都比较多的情况底下 可以做这个事情 所以 并不是完全没有条件 我承认 那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 父母要有这样的智慧 或这样的知识 那确实也是 我们现在谈 如何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 确实必须有人宣导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很难 会变成什么呢 大家按照他本来的状态 什么叫本来的状态 什么叫本来的状态 主要知道 其实台湾社会 大家安全感是不足的 这个安全感不足 有很多历史的原因 就不依系说 但基本上 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原因 安全感不足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一定要有一个保本的东西 老一辈的都会去准备 买一堆保险 黄金啊 美钞啊 这个东西保本 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是人之常情 而且恰恰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下一代比较有机会 做他自己喜欢做自己 包括你讲的专业人士 如果真的为他子女好的话 不一定要叫子女做自己的专业 他子女如果没兴趣的话 医生的小孩做医生吗 律师的孩子做律师吗 我们听过很多的故事 他就是没有兴趣 你如果真的为他未来的生计 你担心他乱一做不好怎么办呢 做父母的心啊 通常就留一些保险 留一些这个事情 你既然是专业人士 你从来也是个能力 那自己原来家里就有家产 不必说了 所以确实 大家比较能够做自己 兴趣的事情 是一个社会比较富裕之后的状态 当社会普遍贫穷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机会 你就是要去养家活口 你就是要去养家活口 什么叫做有兴趣 没有什么兴趣 对不对 能赚钱就赚钱 可是在那个情况底下 他也心甘情愿 人是很奇妙的 我当然没有详细去讲 我讲这个事情的社会背景 我讲的事情有今天社会背景 也就是说 当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情况 其实慢慢地 都已经脱离的那种 日子过不下去的状态 就真正的生存问题 在这边 那时 就比较多一点自由 那时 其实为子女好 最好的是鼓励他做他自己 适合的事情 他才做得好 而且我一再跟诸位讲 你做你有兴趣 有适合的事情 通常你的成就 会比较好的多 作你没有兴趣的 不适合的事情 事被公办 也不过胡个口 苦一辈子 安全感不足 对 我感觉 有开了 我感觉现在读文组的 或是美学 反正美学就包括历史 音乐 电影这些 是一个奢侈行业 所谓的奢侈行业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家里的支援 就是说 你出来找不到事情做的时候 你会有个安全感 这确实是如此 就是说确实是 就是说你要确定说 你出来之后 爸爸妈妈会有让你地方靠 你才能够去积极追求 你所想要做的 或是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维尼你也不要太难过 因为我去认识 我最近看牙医 那个牙医跟我说 他们家有五个小孩 有四个小孩是医生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父母都是医生 可是他时常跟我讲说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 就是在那边一直赚钱 每天的空间就是那么小 所以呢 我觉得结论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那个奢侈的背景 来支持你的话 你心里要有认知说 这两个是有取舍 你不能全部都拿 就是说你要很安定 你做牙医 可是你的生活就是很 很很很薄 那你要做你很喜欢做的工作 你要想说 你要能够以后的日子很难过 就是这是我最近认识一个 读书会的一个小男生 他考上辅大的历史系 他问我们说 他们学校福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跟他说 叫他趁早翘头了 就是到了赶快去学商之类的 他问我们的意见 你说你自己都知道答案 何必问呢 就是自己 心里要有准备 这条路是很苦的 所以文宁 你的问题就是说 Good and bad 无解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无解 除非你家里很有钱 文学院的这些人 就业的问题 确实是很严重 那很多人也没有家里的支持 我自己也没有家里的支持 那当初就是一个兴趣 基本上 就是不管不顾的 就从工学院毕业 然后转过来念 当时当时的机会比现在多一点 我当时一直是有去 当个这个就是 赚基本生活的预备 也就是说 没打算能够赚多少钱 所以念文科的 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一些是这样 那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这怎么讲 他兴趣够强 他自然会去安于这样子的 就是反正我穷就穷 他兴趣如果不够强 他就算了 那我只是说 就一个社会而言 大家尽量吧 去做适合自己的事情 我其实用的是适合自己的事情 以及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这样是比较好 那就尽量吧 那如果说 我也找不到兴趣 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那也就随缘吧 那不是也好 那就是随缘 那会讲到这些事情的缘故 是在于 我们前面说到了 就是 现代社会很苦啊 这个社会很苦闷 怎么解开这个苦闷 这个苦闷的解开 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 比如说韩国的这个大财阀的问题 那这个讲起来 复杂得不得了 这不是任何个人能够改变 当然可以搞个政治运动 如果有些人 他们也一直在搞 搞了半天也搞不动 对不对 那些左派的 韩国一直有左派的力量 对不对 那 台湾也不是没有台湾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也主张 有新的人去对抗 或是 我们儒家的态度 从来不是说 坐在那里 听天由命 不是的 有问题就要去解决 就要去认识 搞清楚 积极努力 但是这一切背后 有一个超越这一切现实东西的一个德性 讲的是这个事情 现实上 永远是要继续努力 所有该做的事情 通通要做 简单说就是这样 那家里需要养家活口 你就去挣钱吧 对不对 家里没条件 没什么好说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发展自己的信价 没那回事儿 自古以来没这回事儿 但是 如果今天社会已经都共同富裕了 越来越这个了 越有机会 年轻一代 事实上 不是衣食的问题 我们说 你不要为了那个过度 竞争 只是为了要所谓的 社会上的那种 赚本很多的钱 那种出人头地 那样去放弃的自己的形象 这个我就觉得 保不来了 如果说我还吃不饱川本 没什么好讲 就直接去 有什么钱就挣什么钱 只要不违法 是吧 既然现在 大家都不是吃饱川展的问题 现在都是比谁的车子比较好 比谁的房子比较好 那我觉得合必呢 那都已经到了比车子比房子的地步的时候 那就拜托一点 那就大家 我觉得兴趣比较重要 我是在这个背景下讲的 不知道这样听不清楚 请说 请讲 汤林 老师好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过 现代人的所谓的兴趣 风雨飘摇 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也是这样子 就很多人 他干这些事情 开始有兴趣 可是干久了 好像就没兴趣了 干了干了就没兴趣了 所以我想说 这个兴趣是不是可以说 真的就有这么高的地位吗 因为我还有我之前看那个钱伟长嘛 就是他其实之前本来不是读文科的嘛 他当时是为了救国 还有改理科的嘛 好像说兴趣好像也不一定说就是可以当做最高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标准 你说的没有错 兴趣从来不可以当做人生的最高的标准 我也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如果大家都在比车比房的时候 还不如多重一点兴趣 这样讲 明白吧 都已经到一时无鱼了 不是这种问题咱们都重点兴趣 兴趣从来不是人生最高的标准 德性才是人生的标准 对 因为我记得老师刚刚以前说过 说反而是有修德制的那种坚定的那种目标 反而比较兴趣的人更加 是人生真正的标准 那只是说兴趣也很重要 我其实这一点跟诸位讲一下 就现代社会而言 兴趣非常重要 我跟诸位讲 华人的世界基本上是事数倍而公办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在做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 因为父母从小都是为了安全的理由 赚钱的理由 都让小孩子不顾一切地跟着主流转 所以绝大部分人做的都是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 因此效率很差 也没有创造性 这个倒是西方近现代之所以能够 胜利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就现代性而言 兴趣很重要 你懂这意思吧 因为我以前也听过老师讲过一些 就是好像兴趣并不是说就是那么那个 老师曾经说过认真做一些事情 反而出了出了就有兴趣 很多时候有时候是没有认真去做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那个我更讲深一点 主要知道华人普遍找不到兴趣 因为从小没有培养 他来说 刚刚这个吴林同学讲的我有同感 对从小都没有培养 所以我怎么去找 也不认识自己 那这个是跟我们是一个 很多地方知道跟我们传统性有关 或者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德性才是最高标准 这个没有问题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何超请说 老师好 就是一点简单的评论 就是说不安全感的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是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最主要的就是阶层降级 就是说 父辈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如果你放任你的子女去发展自己的爱好 去让他做他随意的事情不去 给他一定的压力 到最后的话 你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你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但是你的子女可能就 噎出了你的阶级 他就可能往下走了 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这种焦虑感 产生了不安全感 谢谢 也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原因很多 这是其中一种 确实 台湾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这跟政治的变动有巨大的关系 那你刚刚讲这也是一种 确实 就是 人生其实 经常都是因为各种不安全感所驱使的 那因此要做真正的 为己之学不容易 古之学者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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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曰 直哉始于 邦有道如始 邦无道如始 邦无道如始 君子在驱薄欲 邦有道则是 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 直哉始于 始官 始官 明于 魏大夫 魏大夫 如始 演直也 始于 自已不能尽献退不消 既始 由于失剑 故君子称其直 失剑孔子家喻 始于 始于 邦有道则是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怀常也 徐伯玉 如于 孙宁父 令直放肆之谋 不对而出 一其事也 他没有放肆 这一个 君的 谋化 他不对而出 因为 这个事情 改变不了 他 他不对而出 一其事也 杨始 始于之直 未尽君子道 若徐伯玉 然后可免于乱世 若始于之如始 所以卷而怀之 有不可得也 所以 照 朱柱的意思来讲 君子 一般 应当照 去薄裔的作法 邦有道则是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不必要 做无畏的牺牲 那 这个始于 这个人性格很直 孔子 也是 称道他 所以也了不起 确实 邦无道 以失剑 你用自己的性命 来 见 见 那 这两个 都有可称道的地方 但 君子一般而言 照 须薄裕 可 亦可 可 把你的生命投注於其他有意義的事情,當政治實在無可改變的時候,你可以從事很多其他的事情。 孔子也是一樣啊,孔子就是個例子啊,魯國的政治不行了,他就周遊列國。列國都沒有辦法行他的道,他就回來,著書立說。 通常是不值得,但是這樣人值不值得敬重?當然值得敬重。這是個了不起的人。 好,有沒有問題? 好,何詩,你說。 我想問的問題是,那孔子,假如,孔子的年代有革命的話,那孔子會反對革命嗎? 孔子並不見得反對革命哦。 公孫扶擾以避判,遭孔子,子欲網。子盧曰,何必公孫扶擾? 喔有一様斯bers。 Archives恢徒 1996. 不見古 Orleans called tighten Bundang Craig Ig. 王悠獨跟公三符擾聯合作亂。 陽虎去想要見孔子,孔子不能見他, 郭先生有憑 impatiently Abdied dead. 公三符擾招孔子,孔子到怨滅, 子路懷疑他的彅任決定 Fe combination of kings 孔子曰:「不招我者,豈然在吾其為東周乎。」 孔子曰:「今君臣臣父父子子,必也正名乎。」 一切按照現有的秩序,現有的道理做。 孔子曰:「周遊列國,則必須以鍾樓判,孔子業欲亡。」 孔子曰:「封建理治,不是,不是。 孔子曰:「孔子,會爭奪損异。」 孔子曰:「該革命的事就革命。」 孔子曰:「不該革命的事就不要革命。」 孔子曰:「血流成和。」 孔子曰:「犧牲大。」 孔子曰:「收效未必可靠。」 孔子曰:「為何不堪革命。」 孔子曰:「不該革命。」 孔子曰:「亂亡人。 孔子曰:「無私心。」 法國大革命 孔子 法國大革命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釋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釋者不釋人,亦不釋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可,他與之言,釋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釋者不釋人,亦不釋言。」 孔子,君子之貴於言,言貴而後道眾,輕言則道亦隨之而輕矣。 孔子,君子貴世人,當面不釋人,則將釋言,然亦孔有於釋言而遂之釋人者,人才難遇,當面釋之,岂不可以。 其 孔子,卻不此以言而曾説人不途 。 雖然不隨便的。 孔子, 你不言,《豆莽之言 》 孔子, 你不足以言而與之言,釋也封人。 這句 Still,不可與言而與之言,釋言,釋言,釋。 孔子,你還和其 zejiz者 不嫌,喼,廉、廉、製、宅蓮,製、十分曉, 可語言而不語之言之人,這是眾人。 君子之貴於言,貴世人。不世人則將世言,然亦有孔於世言而遂之世人者。 人才難遇當面失之,豈不可惜。 君子貴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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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貴世人。 君子貴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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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昨天有学生问我关于中国很火的电影《长津湖》的看法 问过韩战的看法 我说的就明显感觉他们听不懂 或者说他对战争的理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但我就回了反思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失言 但是这种总是在事后能够有所察觉 就是孔子讲的这个境界是通过什么样的修养 能够让我们更准确的把握看的看人看事能够更通透一些 这个事情讲到底的话 当然就是要有虚灵不昧的这个本领 心要能够放空 因为我们讲一番话 通常是讲我自己想讲的话 这个我们心并不虚 我们讲话是要对人讲的 是要看对方是什么人 所以叫做可与言而不与之言 那这个都是或者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这都是针对有对象性的 要充分了解你的对象 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的对象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自己的心 要放的虚心也要有灵敏的感应 第二要对对方有相当的知识 这两个条件都要有 这两个条件都要有 那如果说我们心能够空灵敏锐 那如果说我知识很充足 明明知道他听不懂的话 或者有经验了 那当然就不同了 所以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尤其前者比较重要 因为你要说我对对方对象 都能够都了解 这个不容易 你要有多少经验 知道多少事情 对不对 尤其碰到外国人的时候 对吧 或者你不熟悉的人的时候 不熟悉的对象的时候 你第一次难免容易犯一些错误 那就长了经验 第二次知道 那如果连第一次都要能够避免的话 或者至少第一次很短 就能够立刻搜索的话 那就要必须去定不美 这样明白吗 明白 谢谢老师 一看不对就要收了 这样随时感应对方的反应 何超请收 就是说如果这个可语言与不可语言 这样的话会不会 就是说挑选对象来表达自己意见 那就会不会形成那种同温层 然后就对其他的一些事物 但是要不知久性的事物 能够结构iqu ..? 在臉書上,這些種種不太一樣。 我們確實就形成同溫成了,那是不好的事情。 長者或者賢者,他碰到一般人。 長者或貴族之間,就是我們現在的大仁先生們,他們做事情的慎重。 君子之貴語言。 請到教室,請到教室。 7點15分,因為你們7點鐘之後才能靜校,不要太早來。 7點15分開始,還是在柏雅。 大家再見。 柏雅三一一。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再見。 拜拜。 晚安。 拜拜。